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葵萌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美国的新常态 什么新常态呢? 一个趋势就是政治暴力 这个美国媒体说政治暴力 或者这个都没办法了 因为刚好阿钦生吃光了 就成为了新常态 特朗普再遇到这些行食 行食避碎了,当然 是国情来的 没错 几十年来,其实美国 是没有出现针对主要政党之一的候选人的政治暴力 但是现在 美国在两个月的时间内 经历了两次这些事件 前总统也是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两次成为了政治暴力的目标 当然了 美国各大媒体也说 美国现在面临着政治暴力的新常态 但是特朗普也直指暂时摆脱 他辩论比之前变差了 应该这么说 对手不同了 刺烧比掌 对手不同了 表现不佳 但是这次新一宗对特朗普行食事件 应该是行食不遂事件 也令他百变不佳 稍稍地压下来 特朗普7月中旬在宾夕凡利州巴特勒的一次集会上 差点被人吹中了 这位二十多岁的动手人士之后就被美国特勤局搞定了 时隔两个月由特朗普拥有并且位于佛罗里达州西中雷炭的高尔夫球区附近 发生了一宗事件 守住AK的男子明显是冲着特朗普去的 而且他是挺台分子 挺台挺污 台湾反严际大使报道 这次不敢出声 撑他们 而且是个极端人撑他们 几十年来 其实美国没有这么密的事件 当然之前亦是约翰金拉迪被人拉低了 连BBC都说过去几年里 美国人必须定期适应大大小小的政治新常态 全国的话语变得粗足 党派分歧加剧 并且变得更加 是 揭施底 后选人的行为标准也受到侵蚀 这个也是BBC说 减于美国特殊国情 即是有棒棒的特殊国情 这类这样的暴力事件 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新常态 目前来看都是令人震惊的 特朗普这次选举的民主党对手 亦是美国现任的副总统 赫金拉在特朗普第二次被行识被碎的时候就说过 政治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明显的这些 行识的企图细节特别是 动手的人的身份 动机 将最终决定着 这个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但是目前来说 赫金拉虽然发表了上述言论谴责暴力 但这种暴力似乎越来越成为美国 今天政治生态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他生命明显受到威胁之后 发表的第一份声明当中承诺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放慢脚步或者让他投降 这一次应该符合一场运动 这个运动 经常就说 这位前总统被人迫害 被人动手 因为 他就说 他为正义发声 被被遗忘的美国人发声 你说 他为正义发声有大伤阁 但是这次 企图对他动手的事件 引起的这个 就是 选民的同情心 少过上次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很大的波动 是一次 之前一个年轻人那个 那个真的升了 是 那时候当然还是阿周 是 如果有人说是这个 阴谋论的话 是想逐一逐自己人气的话 好像 不成功 不成功 那当然是他继续了 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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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就是这么说 对吧 哎呀 我觉得特朗普经常说 战斗战斗战斗 不过这句话 记得他第一次被行识的时候 很厉害的 是 当时大家说 喂 很厉害的 还弄了淘导 淘导也有一件衣服 是 也看回 特朗普喜欢说 他们 不是来找我 他们是 找你的 我只是帮你们挡住 我帮你们去殉道 这么厉害的 不厉害的 现在这位前总统也可以用另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来说他的观点 不过 特朗普7月 亦都是行识未遂 他右边的耳朵刷过一下 表现出硬汗精神 但这次最新事件 其实 又真是 没有7月份的冲击那么大 巴特勒的事件 其实当时纵目睽睽 而且他见红 这次因为 是没有直接 因为他真的拆到了 就拆到了 不过不明显的这些行识事件 至少都会占据头条几天 其实头条 好像都一天半天 真是说真的 特朗普 可能暂时摆脱 辩论表现不佳 当然 这件事件令人震惊 距离 这次的选举 只剩7个多星期 美国 肯定会有更多曲折 离其事件发生 这是很正常的 何凯丽也说 很高兴他没事 无论他心里怎么想也好 实际上 当然要这么说 是吧 周也有说 拜登 也通过白宫发言 说 他的团队已经 向联邦 执法部门 调查 这件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 疑似行识事件 声明也表示 这件事件的一名 移民人已经被拘留 特朗普本人安全 而执法部门 现在进行调查 收集更多有关 事件的细节 特朗普的声明当中 表示美国绝对不能容忍 政治暴力或者任何暴力的行为 他已经指示他的团队 继续 确保 特勤谷拥有一切必要的资源能力 还有保护措施 确保 任何候选人的安全 任何候选人的安全 安全也是有何感礼 有民有脑 这次有民有脑 不是他自己说 发分声明 是不是 自己说 是不是约翰金乃迪 很壞 约翰金乃迪没了 当然 原来两位美国的官员也说 美国特勤局内部调查结果也表示 在前总统特朗普行识未遂事件当中 美国特勤局自身工作存在着严重的违规行为 美国特勤局最初计划在 动手的人当时的 讲七月的单 现在最新消息也出来了 屋顶和特朗普讲话的现场之间 安装大量的设备和旗帜 阻挡视线 但是 这个项目的要求未落实到位 当然 原来他们的情报 传输系统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特勤局本身 应该实时接收到巡邻警察的 是警报信号 通过无线电室 是传播 结果他们收不到这个信号 这个挺好笑 无信号 No signal 这个挺搞笑的 居然是这么重要的报名 没有信号 手机 在特朗普到达现场之前 当地的警方 已经发出 集会上可能有 一些可以蓝指的警告 特勤局并未 就此广泛传送给 工作人员 在特朗普开始讲话之后 特勤局的工作人员 是没有收到 当地警察有关追踪 可疑人士的信息 而后来 向特朗普 吹的那位嫌疑人的照片 只是发送给 一名特勤局的普通员工 这些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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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阴谋论说是故意的 有些 这些部分 是 放水给 那位想动手的人 正式调查结果 亦都很快会公布 说回 之前那单是7月13号 特朗普 美国前总统 亦都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宾夕凡尼亚州的 不 举行集会 结果被人射了 右边的耳朵受伤 现场一名观众也是不幸离世的 另外两名观众 重伤 根据美国特勤局的通报 一名动手的人士 从集会 现场高处向特朗普吹了几下 当然 这个人也当场被特勤局的人压低了 原来特朗普也发邮件强调 他现在很安全 应该都没什么事 他在一封 发给媒体邮件当中 他附近听到 但是在谣言开始失控之前 就想告诉你们 你好 我很安全 好好 好好 原来就是 俱乐部 当然 特朗普是自己的地方 其他部门现在也进行调查 这件事件的嫌疑人 在案发时距离特朗普是不够500马 458米左右 警方在区乐部附近 高尔夫球区乐部附近的 灌木丛里面发现了一只AK 还有两个是背包 一个是运动相机 拉了一个人 当事发之后特朗普很安全 两个月 所以这些政治暴力会什么时候停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这个特殊国情也都决定了 这些事件 就算今届总统 候选人 我相信 应该 第一单行食事件 之后 大家都应该 提高戒备 打声 打声 十二分精神 就算 但是会否救到选情 应该 不会 尤其是今次 看得出很冷淡 很冷淡 很冷淡 好像一条新闻而已 一条新闻而已 我相信 应该就没什么 大家都提高了警觉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下节 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拜拜 拜拜 拜拜